就是這個桌子嗎 嗯 被賣幾年了 哎呀 搬這兩個兩年了 將近兩年了吧 再拍個樣子 這個總長度是多少 我有點忘了 我看我家我們轉手量一下 90的 90的 看著挺大的才90啊 這好多朋友相當我家這個桌子 然後有一個朋友說得讓我去市場 幫他看看 現在啥價格 幫他買一個 背面看了點 咱咱都說早就通款 我倆正好今天有時間 上一樓去取個貨 然後這個賣桌子在四樓 順便幫他瞅一後 已經出發前帶上我這個神器 去年我想沒曬黑了 到底再都沒擺過來 我今天害怕呀 你就提前注意防護吧 雖然說有點醜 但是他管用啊 臉不黑就行了 大太陽太足了現在 你知道上學校門口接孩子 孩子都認不出來是他媽 是嗎 我姐給我整了一個 但是我到目前為止都沒好意思帶 不是不好意思 除了頂過他瞅瞅你 他也不知道你長啥樣 不行 我怕我姑娘找不到我 不行 現在可怕曬黑了 我小妹到現在可以比就是 臉這個地方 頭皮跟這個板這個地方 他就兩個色彩 到現在沒還過來 老在外面騎車不行 是不是也挺磕的 咱去市場里的把他攔下來行嗎 我現在去市場 看桌子 到了 我發 投片給你們 因為桌子咱們發不了嘛 他們那本應該是專業的 應該去打框架 除了他們能不能發 能發的話就直接 跟那個商家人聯繫也行 聽你說是吧 嗯 這種作用我感覺應該是打框架 發的 走吧 你敢不敢把這口罩換下來 敢呢我拿 走吧 前兩天啊這男明星的 這條西市場里面全尖尿 從來寫的了 有零更新 我喜歡看的 但是我知道人多麼乾 當時這不是有賣貨的嗎 阿姨啥的 他們站在櫃檯里嘛 外面古老多人了 連阿姨就這麼說的 他們誰呀 啊什麼呀 然後人家說明星明星 這好好聽哦 阿姨大一點的不認識 先讓四樓看錯了 記錯了啊 得來五樓 哈哈哈哈 往這邊走了是不是 能不能在這邊買的 才兩天他媽跟他爸也來買了 嗯 韓國的 對嗎姊 跟我家那公司八十 我那我家是直徑九十 我是幫別人再買 這麼九十 你們這個能給東西嗎 有呢 跟我家一模一樣都沒有了 走了兩家了 可能是我家那個樣子比較老吧 完了現在出新款了 再走走啊 好像就那麼一兩家 嗯 他就是方國的 大家去看看 這個鍋子吧 他分兩種的 一種是國產的 一種是韓國的 就兩個板子是不同的 這個你們家賣多錢呢 這韓國的四百五 四百五啊 這麼貴啊 不貴啊 真正木頭的 對我在你家買的 我怎麼竟然沒這麼貴呢 是這麼大的嗎 對九零了 我在家還涼了呢 我多錢買的 我七十三百五 那這個 七十五八十 不是 我都拍視頻了 我兩個給你找 你那個是 你那個不是這個 你那個是這個 我能給你 哪個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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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大的多錢 很大的是一百五 小的 三百六 那大的四百五 然後小的賣三百六 三百五呢 但是發快遞的話 新鮮的 只能借 剛出來買這個 十年八年 等他給我地址呢 最後要大的 然後一會讓那個老闆 去問一個快遞 快遞費用多少錢 嗯 順風是一百五啊 他不是順風 那順風更沒貴 就我的意思就是 說讓快遞來 快遞來 快遞來 這個東西原樣是怎麼樣 你在這檢查完了就行吧 對 我檢查完了 那他不是沒在場嗎 快遞 我怕就是到處 就是咱這個啥事沒有 到啥呢 這把摔壘 那把摔壞了 那咱怎麼樣 那他快遞他不 他不得負責 他不得負責 讓他去拿一個新的 拿一個檢查 拿回來我們檢查一下 慢點慢點 你檢查不行 這個確定是韓國的是吧 人家 對 這個就是韓國的 您好 我那個 街上四樓買多的 地址發給你 就行嗎 那個就是你挑好看好 那個桌子 然後那個 你把地址發回來 到那個包裝的時候 給你一個照片 運費是多少錢的話 你得給我一個單子 你們有吧能開單的吧 這個包裝比較多 嗯 他的意思他來他要好好再給打包裝 算運費 150 對 我覺得是 這個直接放著就行了 一會兒快遞小哥過來去 對 其實之前有好多朋友 找過我想要買這個桌子 但是我一直都是在拒絕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發過這個東西 還有就是它的體積特別的大 我們店裡的首先發不了 然後你到這種地方來散客 來發貨的呢 快遞費肯定會高 還有一點就是我剛才 給快遞公司打電話的時候 問我這個桌子能不能有 然後大部分都是給我們製作的 他們說有在路上摔碎的 刻碰的現象 也怕收到不是完整的 然後出現一些什麼收貨問題 這個姐也是喜歡那個桌子 喜歡好久的 關鍵是太貴了 一個桌子450塊錢 一個運費150 人家家來家去把他400塊錢桌子 這麼一到手600來塊錢 其實我挺心情的 剛才我說了一些那個風險 比如說在路上會出現問題 我都跟他講了 但是這個姐回我就是沒事 你們替我買優壞了不找你們 也不找賣家就是喜歡到家 有啥算啥 就已經到這種程度了 所以說不是說我們姐倆不幫大家買 這就是舉手之勞 但是這個風險確實挺大 因為剛才我們確實也問到快遞了 希望那個姐能安全全再收到這個桌子 好嘞 事都辦妥了現在回家 然後我下次跟你說個事 聽我喘樣 這在樓上人家跟看猴似的 今天做啥了 完了在上面 人家都說你倆是撞到他呀 你這頭型一樣 口罩讓人給圍管了 這家是不好意思 看猴似的感覺更看痛點的猴似的 我就應該帶拳的天罩進來 那更慘 人家看你更怪物似的 很客氣